欢迎收听《斗破苍穹》第十五回 萧炎闭着双眼躺在草地上 老师,我还需要多久才能进入第七段斗志器呢? 只要进入了第七段斗志器,那么萧炎便具备了进入斗志阁找寻功法的资格 虽然现在的他已经看不上萧家那些斗志功法了 不过自己也必须具有这个资格 因为啊,这关系到自己父亲的颜面 一阵清风刮过,药老透明的身形出现在了巨石之旁 目光中带着笑意的盯着少年 药老先是打亮了一下地上断裂的大树 微微点头,略微沉吟的笑道 呵呵呵呵,你的修炼速度啊,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本来我以为即使有这灵液的帮助,你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进入到第七段 或许是因为以前压抑的太过剧烈了吧 现在反弹起来啊,你也更加疯狂 照这个进度,两个月内一定能进入第七段斗志气了 文言 萧炎的唇边扬起了淡淡的糊涂 他很想知道 那些在过去三年中对自己万般嘲讽的族人 当看到了自己展示实力的时候会是何种表情 自己当日在大厅里对纳兰燕燃所说的话,又何尝不是在对他们说的呢 我萧炎三年前能够创造奇迹 三年后,我依然能 目光微微的闪烁着 萧炎想起了半年之前,那在大厅中各种不屑嘲讽的目光中 少年那有些孤单的背影,倔强而执着 纳莱燕燃 我正在一步步的朝你爬过去 你静心等待吧 三年之后,我们云蓝踪践 嘴角忽然挑起一抹桀 少年猛的跳起身子 仰头对着一望无际的天空大声的咆哮着 望着那大吼的少年,要老微微一笑 并未阻拦 人需要压力才会成熟 现在的萧炎天赋够了,需要的是一种鞭策的压力 纳兰燕燃的出现,为他建立了最好的压力 拿他当你的试炼石吧 强者的路,你还有很长的距离 走,回家修炼 吼了几嗓子 萧炎小脸上的笑意更加开心了 跳下去时,对着要老一招手,朗声笑着对着山脚冲去了 时光如水 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的从指缝溜过 炎热的夏季已经被凉爽的秋天所取代 绿意聪裕的枝头也是开始掺杂了点点的枯黄 依旧是那所整洁的小屋 阳光洒进斑点四步 房间内的木盆里,少年双目紧闭 双手结印,呼吸间恍若天成 大半年的苦休 让得少年清秀的稚嫩脸庞上多出了一抹坚毅 紧紧抿在一起的嘴唇透着几分倔强 那身如同女子一般的白皙的皮肤 在几个月中的挨打培训中已经略微偏黄 看似并不如何强健的小身板 也是蕴含着如同猎豹一般的凶猛的爆发力 不管从何种角度上看 少年似乎正以一个恐怖的速度进行着蜕变 当这种蜕变完成之后 会让任何人感到震撼的 在少年呢极为流畅的呼吸间 一丝丝掺杂着点点青色的气流 缓缓的从木盆中渗发出来 最后顺着少年的呼吸灌进了其体内 今天一定能突破第七段斗志气 在修炼间 硝烟心头忽然冒出一个信心十足的念头来 这个念头来得有些毫无缘由 可却是有如水稻渠成一般 藏而皇之的出现在他的心中 在前一个月中 硝烟曾好几次冲击第七段斗志气 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而收场的 或许是因为今天的修炼 为那即将满溢的水盆添加了最后一滴水的缘故吧 那股让硝烟期盼已久的灵光念头便如此突兀的出现了 突如其来的念头 让硝烟的手颤了颤 差一点一个把握不住 从修炼状态中退出来 不过还好 硝烟定力不错 强行压制了心头那抹激动 秉神宁气努力的将自己的心境安抚而下 呼吸缓缓的平稳 硝烟开始贪婪的吸取着外界的能量 已被冲击第七段之需 木盆之中 青色的水液微微波荡 一彩连硕 一丝丝温和的能量气流从水液中扩散出来 争先恐后的钻进硝烟的体内 但青色的气流越涌越多 只是片刻时间不仅将硝烟的身体完全遮掩了其中 就连那硕大的木盆也只是若隐若现 远远的看去颇为的奇特 在硝烟这般无止境的索取下 盆中青色水液的颜色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淡着 因为能量大量涌入的缘故 硝烟的小脸略微有些潮红 而且隐隐的有着淡青色的光芒发散而出 冲击第七段斗志器的硝烟 无疑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磁铁 不仅周围空气中的斗志器在被其迅速吸扯 就连木盆中的淡青液体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个细小的水玄 初阶九段斗志器 一至三段为低级 四至六段为中级 七至九段为高级 第七段斗志器可以说是初阶斗志器的分水岭 只要踏足了第七段 那么便是进入了初阶高级的地步 到的此时 其体内所储存的斗志器将会是第六段斗志器的几倍之多 所以啊 第七段斗志器一般也被认为是成为斗者的第一把钥匙 其重要的程度不言而喻了 伴随着青涩气流的急速涌出 木盆之中 青涩体的颜色越来越淡 终于在某一刻青涩液体再次变成了一盆清澈见底的透明的清水 没有了筑基灵液的能量支持 硝烟脸庞上的淡青色也是缓缓的暗淡下来 现在的它 只能从周身的空气中吸取微薄的斗志器来维持冲击之用 吸收空气中的斗志器虽然也能支撑硝烟完成冲击 不过这需要的时间不仅更长 而且到时候就算你突破了其体内的斗志器 也需要瘟养一个月之久 才能回复到冲盈的地步 现在的硝烟最缺少的便是时间了 在灵液药力消失的刹那 硝烟手上的黑色戒指微光芒闪 一滴翡翠颜色的极品筑基灵液再次投进了木盆之中 顿时 透明的清水又是化为深青之色 有了一滴新鲜灵液的支持 硝烟精神为之一振 在心中对着自己的老师要老感谢了一生之后 双手保持着硬结的同时 心神控制呼吸 疯狂的吸收着那扑面而来的浓郁的能量 毫无止境的索取持续了足足半个小时 终于开始缓慢下来 而此时深青色的水液已经变淡了几分 当最后一缕温和能量顺着呼吸钻入了体内 硝烟的身子略微沉寂 旋即猛的一阵剧烈的颤抖 小腹微微收缩 硝烟眼眸豁然睁开 漆黑的眼瞳中 清白两色光芒急速掠过 嘴巴微微张大 一口有些浑浊的气体被吐了出来 浑浊气体一离身 硝烟的小脸顿时惊慎几分 睁开眼睛愣了半赏 硝烟这才扭了扭脖子 发出一阵清脆的骨头声响 手掌微微握了握 一股充实的力量之感 让着硝烟嘴角挑起了一抹喜悦之色 终于第七段了 闭上眼睛 沉神感应了一下体内那充盈的斗志气 硝烟嘀笑着喃喃的说道 终于到了第七段了 躺在木盆里 身子 亲在冰凉的灵液之中 硝烟有些沉醉于体内那股充实的力量 按照寻常的突破方式 一般在达到第七段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温养期 而有着筑基灵液相助的硝烟 却是直接跳过了这个时期 达到了充盈的阶段 在木盆中静坐了一会儿 带着欣喜的心情平复之后 硝烟这才慢吞吞的站起身来 赤裸着身子 沾着淡青的水珠 在阳光的反射下炫耀着异彩 慵懒的伸了一个懒腰 体内的骨骼犹如重生一般 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噼里啪啦之声 随意的扭了扭头 硝烟右手对着床榻时上一招手 犀利喷勃而出 顿时将衣物卷入了掌心之中 不错 斗志气果然充沛了不少 凭现在所造成的犀利 应该勉强能够射动一个人的体重了吧 穿好了衣服 硝烟眉头微皱 喃喃的说道 可惜这膝掌似乎没有什么攻击力嘛 那种强行抽取敌人血液 也只能对付比自己等级低的人 对上同级的或者高级的对手 却是有些鞭长莫及了 想到了此处 硝烟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 这可算是他的第一项斗技呀 抿了抿嘴 硝烟刚欲踏出木盆 心头突兀的一动 眼瞳处略微发起莫名的亮光 硝烟右掌缓缓的曲卷 双眼紧紧的盯着自己的手掌 片刻后 手掌隔着半尺的距离 对准了一只花瓶 舔了舔嘴唇 硝烟体内的斗志器 没有经过任何特定的脉络 就这样直挺挺的 从掌心喷发而出了 斗气外放 至少需要大斗师的级别 才能勉强做到 所以硝烟的此次举动 除了造出一阵不大不小的清风外 并没有其他半点效果 清风从掌心处喷出 将那只花瓶吹得摇晃了几下 差点从桌子上掉下来 斗气为外放 硝烟不仅为失望 反而一脸欣喜 有些兴奋的搓了搓手 快速的退后了几米 右掌再次对准了花瓶 吸掌 一声轻贺 强大的吸力 顿时将花瓶扯得急速的飞向了硝烟 就在花瓶即将达到硝烟面前三尺之时 硝烟手中的吸力骤然一收 体内斗气全部从掌心喷出 顿时 一股强烈的风压 狠狠的吹在那急速飞来的花瓶 碰 两股方向截然相反的力量在半空中相遇了 而作为相遇中心的花瓶 却是轰然一声化成了细小的碎片 暴射而出 望着自己这一掌所取得的效果 硝烟的小脸上满是惊喜 犀利与反推力的对碰 所造成的破坏力远超出他的意料 虽然体内充盈的斗志器在先前制造的反推力中已经被消耗殆尽 不过硝烟却是极为兴奋 那股反推力 他只是运用最低级的运功方式将之发挥而出 这种方式呢 不仅耗费最大 而且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小的可怜 而如果他能有一种类似西掌这门专门发挥犀利的反推力斗技 那么两者相配合 他敢肯定 所取得的效果将会极为的凶悍 小家伙啊 不错呀 竟然能想到这招来强化西掌 手指上的戒指光芒微闪 要老飘荡而出 望着房间里的碎片 要老微微的点头 硝烟黑黑一笑 眼珠子在要老身上咕噜噜转着 一脸讨好之意 如果有一种专门发挥反推力量的斗技 在炼制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么你这玄阶低级的西掌在攻击力上 恐怕就能堪比玄阶中级或者高级的斗技了 自是没有看到硝烟的脸色 要老自顾自的说道 老师 你也知道那种类似辅助斗技的罕见 我能得到这西掌 还是靠运气的 现在 你要让我去哪找一种 与西掌配合的辅助斗技啊 硝烟挠着头 自是有些无奈的说道 哎 别做出你那副无辜的模样了 你不就是想打我的主意吗 白了硝烟一眼 要老撇嘴说道 你这个想法呀 以前也不是没人想到过 可是这两种斗技 都是类似鸡肋的辅助斗技 很难寻间 所以啊 倒是真的很少有人凑齐过 那老师的意思是 你也没有 文言硝烟小脸顿时拉下来 郁门不已 没有专门发挥反推力的斗技 光靠自己用斗气催发 无疑是种得不偿失的举动了 瞧着硝烟颓废的模样 要老好笑的摇摇头 手指挠着额头 沉吟说道 哎呀 以前有人求我炼药 似乎收过这种斗技 当时要不是手里正好有一颗闲置的丹药 我也不会和那个人交易的 这个事太久了 要不是今天被你提醒了一下 我恐怕真的搞忘了 好了 找到了 手指移开额头 然后在硝烟欣喜若狂的目光中 轻点在了他的额头上 被点中了额头 硝烟脑袋略为一丈 大量的信息灌入其中 好半赏之后 方才逐渐清晰过来 信息中显示 吹火涨 玄阶低级 可造出强大的风压 简简单单的说明 以及老土的名字 让着这玄阶低级的四个字极为的寒碜 这个东西是一个铁匠发明的 打了一辈子铁 因为炉火的需要 结果莫名其妙的创造出了这吹火的斗技 望着小脸有些僵硬的硝烟 药老戏虐的笑道 翻了翻白眼 硝烟有些佩服那铁匠的能带 创造斗技可不是打铁那么容易 吹火掌并不难学 在药老的指点下 硝烟用了两个小时便是初步掌握了其诀窍的所在 站在房间之中 硝烟跃跃欲试的望着房间唯一的花瓶 深吸了一口气 手掌一卷 犀利狂放 犀掌 顺着强烈的犀利 花瓶直接对着硝烟 急飞而去 双眼紧紧的盯着飞来的花瓶 硝烟的右手急忙撤去犀掌 然后体内的斗志器顺着吹火掌的脉络运行 吹火掌 就在花瓶即将砸在脑袋上之时 强横的风压 猛的自硝烟的掌心中狂掠而出 顿时房间中灰土弥漫 碰 又是一声清脆的闷响声 此次的花瓶竟然直接被两股相反的力量 轰成了漫天的碎末 嗯 好 满身白色的粉末窜出灰尘区 望着所取得的效果 硝烟眼睛放光 只要自己能够把这两种斗技转换得炉火春青 那绝对足以让任何准备不足的人吃大亏 拍去身上的白蟹 硝烟心头吃到 在最后的这三个月里 自己又多出了一项训练任务 三个月后便是自己的成人仪式了 或许很多人都在期盼着我继续出丑吧 狼藉的房屋中少年轻声的冷笑着 朋友们 在硝烟的成人仪式上 硝烟能否经受住硝宁的挑战呢 与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斗魄桑琼》第十六回 欢迎加入小桑同学交流群 1050-81369 与桑子一起聊斗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